百音必有果 你的报应就是我 这里是羊毛卷 跟随我去探究游戏中的秘密 见上回听到有人说话 大雄站起身来喊了一声是谁 一个人影就从屏幕边缘走了出来 卡修 原来这个人是剧场版金银岛中的人物 在金银岛中卡修最后被时空警察带走了 下面是卡修的自白 也是事情的真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卡修将大雄的学校地下伪装成了安布雷拉的研究设施 研究所的事故也是故意的 为的就是投放T病毒 哆啦A梦被卡修植入了模拟人格 会按照卡修的想法进行行动 镜香和出门山也被洗脑成了间谍 听到这里大雄实在听不下去了 打断了卡修 报复 这就是赤裸裸的报复 卡修还想继续说什么 又一个人影出现了 是伊丽娜 上来就给了卡修一锁子 卡修醋 终于找到你了卡修 虽然有点粗暴 但对于你所做的事 这根本不算什么 原来伊丽娜是为了逮捕卡修 从未来来到这里的时空警察 通过追踪 发现她的目标是安布雷拉的生物武器 几经波折就找来了这个时代 但那时她的报复行为已经开始了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乘坐卡修的时空运输艇 再次穿越时空 卡修这时并没有狗带 伊丽娜上前准备让卡修带她去找运输艇 谁知红光一闪 卡修一直立爪拍飞了伊丽娜 现在她可以按照自身意志控制身体进化 此战boss异常轻松 被打两下没闪红 四枪结束战斗 原来卡修每次受到伤害都会进化 为了避免丧失意志 她要尽快回到22世纪 这时伊丽娜醒过来又开了几枪 原来她也是机器人 因为机器人不会感染病毒 被派到了这里 快去控制室 里面有运输艇的开关 拜托了 把这被夺走的未来夺回来 说完又开了几枪 刚刚还很威风的卡修 这会儿又进化出了一个头部 她并没有独自逃走 而是选择了为伙伴而待 回到大雄这里 进门拿到三盆盆栽 第一间无则拿到15发散弹枪子弹 60发步枪子弹 还有6发马格兰子弹 触发控制面板 接到了小夫的电话 小夫在第三区域找到了搬运资产用的电梯 可以从第三区域切换到第一区域 那里有一艘运输艇 通过控制面板 解锁了运输艇的安全系统 现在随时可以起飞等等 大雄又发现了一份文件 署名马里恩肯托计划 重要的部分就是镜香还活着 被攻击后她并没有变异 反而病毒却发生了变异 使她仅得到了病毒的益处 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超人 让大雄接受不了的事情 接二连三的出现 这谁顶得住啊 来到隔壁房间 镜香就在一个容器中 解锁容器 我觉得我读对话太low了 你们自己看吧 看来镜香 已经不行了 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爆炸声 广播再次想起了警报 回到过去的心 在这一刻更加坚定了 返回平台 这里已经有一半被毁坏了 回到最开始给空调供电的地方 看到了伊丽娜的残骸 得到马格南第一 装备伤害171 中目最强武器 接着来到第三区 第二F 一路向下 拿到十次发散弹枪子弹 进门前广播提示 机率即将爆炸 进门 这里呼叫升降机 看着样子又搞了个隐狼入室啊 果不其然 这次跳出来个大嘴猛怪 上来就够有雕度了 我还以为会凉 结果并没有 跳跃距离很远 没两下就卡着 要多硬钢 没几枪就没了 这时升降机也来了 出来就是运输艇的尾部 看到大雄来了 三个小伙伴都很开心 准备启动运输艇 这艘运输艇还可以启动一次 目击地设定在22世纪卡修基地 一阵晃动 基地快要爆炸了 时间转移开始 随着运输艇的时间跳跃 基地爆炸了 大雄给众人讲了 整件事情的前一后 并且练回去后 大家一起去无人岛玩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吗 并没有 很明显运输艇里有什么东西 一回头大雄就被一只手抓走了 就估计是救不了了 画面转到大雄 震动两下后就看到了这玩意儿 这不是刚才那个大嘴猛怪吧 这也太大了吧 没办法硬钢吧 这地方空间小 单次伤害不高 注意血量 我去这手速给大师跪了 这要是再来一套 估计要凉 危机关头 我都来也蒸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